近日,网游程序员转号卖烧饼,买房买车取量妹的一则报道,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。 不仅程序员烧饼走红,更让站在程序员旁边的90后娇修美女烧饼西施,窜红网络。 日前,穿银烧饼西施程序员男友请东假,某网游公司律用五位数刻码邀请其微游戏代音人。 据悉,烧饼西施1991年出生,因为从小家庭条件不是很好,所以高中毕业后就南下打工补给家用。 后来与立志网游公司的程序员相识,并愿意与其一起开摊卖饼,勇气可嘉。 近年来,网游公司请平民美女代言的案例屡见不鲜。 都为网游公司加分不少,相比于大凶热俗的美女代言,平民美女更结地气,容易引起男性屌丝玩家的追捧。 尤其是在这个屌丝已经掌控世界的时代,网游公司头戏所好,请平民美女代言,比请大牌明星的性价比更是高很多。 所以网游公司请烧饼西施代言也是情侣最终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